先说我不是一个催眠师 更没有受过催眠训练 但我带领官邻官的经验是少五年以上 带过的官入者超过上百人 若说官邻是一种催眠 那我真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催眠师了 另外有人说法师念的咒是一种催眠 但有很多案例是官邻者官入后 法师即停止念咒 此时官入者一样还在临界游览 有时就这样的过一两个小时 可见念咒并不是催眠 经过我多年来实际参与观察 可以确切地说官邻并不是催眠 例举一些理由或实力如下 一、官邻时法师无暗示之作为 法师念咒请神 并不会如催眠师会有暗示语言 另外 官邻时带领师兄师姐会问你看到什么 而不会请你想象到什么 就像您是一位不知如何开到目的地的驾驶 带领师兄师姐则是熟门熟路的副驾 担任领航的任务 而不是指示的角色与催眠不同 二、官入者是亲身体验 被催眠者只次看到 官邻官入者可亲自与灵界的人或神沟通 催眠的情况下 被催眠者通常只能说我看到 而且无法与看到的对象做沟通 三、官邻可进行多方对话 催眠只有催眠师与被催眠者间的对话 催眠师说的话 被催眠者听到并回应 但被催眠者所看到的对象 并不会对催眠师的话有反应 但在官邻官入的情况下 官入者所看到的对象 不仅会回应官邻者 也可以回应在旁其他人士的问话 举一实例 有一家四口简称A、B、C、D四人 来关因车祸过世的亲人 四人中仅有A一人官入 B、C、D三人无法官入 这时三人可以体子官邻坐在A旁边 直接说话问王者问题 王者不用透过官入的A即可听到 并透过A回答问题 这种情况催眠做不到 四、经由官邻可以得知 封闭系统外讯息 催眠不能 举例而言 曾有为年轻的爸爸 带着五岁的女儿来关过世的妈妈 外婆也一块陪同 来关的目的主要是问保险箱密码 结果女儿官入也问到密码 这密码原来的三人 爸爸、女儿、外婆都不知道 因此密码对这三个人而言 是系统外讯息 即是这三人的潜意识里 并没有记录这个密码 因此并无法用催眠换起潜意识来想起密码 唯有透过官邻 请知道密码的王者来说明 这个例子在一周后 祖孙三人又来关邻了 来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保险箱打开了 这次是要来问保险箱里面的钱 要怎么分配 而王者所说保险箱里的金额 也恰是实际的金额 五、官邻官入者对灵界的事物 除了有视觉外 还有味觉、触觉、嗅觉 而且这些知觉都是主动感触的 并非被催眠师暗示的 举例而言 许多官邻官入者可以到天庭一游 而且几乎会被带到盘桃园 既然到了盘桃园 神明都会请官入者吃盘桃 都可以看到信众咀嚼的动作 而且每一个吃过的人都主动说好好吃 有许多信众官邻官入有幸游历天庭 每位信众在抵达天庭都会看到一个门 诺问门上有否写字 每个人都回答写有 南天门三字 在此之前 法师或带领师兄姐 并不知道该信众官入后可以去天庭 因此也不可能事先告诉或暗示他们那是什么门 然而每位官入天庭的都一致的要经过南天门 显示在灵界真有南天门的存在 因此 若说官邻是催眠 那这些人潜意识里也都必须有南天门的意识 才会有一致的答案 但事实上 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南天门这个地方 有次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姐官入 到她原成功的房间后 我心里想这么年轻应该还没结婚 所以问 你应该有看到一个单人床 结果她回说不是单人床 是双人床 床上还有两个枕头 其中一个枕头上还有写她老公的名字 这例子说明 我没有暗示她 更没有催眠她 而是她把实际看到的景象告诉我 总结以上官邻与催眠最大的不同 就是催眠只是唤醒你潜在的意识 但官邻却能让你感知 本身意识之外的境界 打个比方 催眠就好像是从旅游书 看到景点的景色 而官邻则是实际带你到那个景点 让你亲身体验 那些认为官邻即是催眠的人 应该亲身来经历官邻 或多观察官邻的实力 你就会知道 官邻并不是催眠 打开证据 打开证据